大家好,我是邓慧文 欢迎收听啊 今天非常的特别 我要来访问郑宏宜 宏宜哥 好,邓医师 你好 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个郑大哥的艺名 郑大哥是艺名 郑大哥是艺名 就像那个网路上如果查我的名字 说我的艺名是邓医师 对对 那首先要表达一下说 今天会有这一集 其实是因为以后我要有 一个礼拜有两次 坐在这个本来郑大哥做的位置上 所以非常的紧张 所以要先请这个郑大哥加持一下 怎么敢 邓医师的主持功力 你在公式也有主持啊 毫无功力可言 什么话 学习中 而且那要用到很多的英文 而且你在友台也有主持啊 所以你是主持界的前辈啊 什么 你看这前辈就是很会安慰我们啊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想大家今天很特别 可以听到郑大哥被访问 很恐怖 因为我感觉我也许还算秤职的主持人 但是当我当来宾应该是很烂的 没关系看看就知道 我想第一个大家都会想知道说 郑大哥 你做这个王牌主持人 几十年了 王牌主持人 你从哪里拿到的叫王牌主持人 好了 王牌不够好 金牌主持人 你差不多几年了 主持生涯 这样讲了 我主持节目从 应该是在公元2000年到现在 差不多20年 20年称霸 然后都站着这个位置 你靠的是什么 你有点凑直不当 靠的是什么 如果啦 就是说我主持还就是观众朋友还算信任 喜欢信任 我觉得我应该是说我靠的是认真 认真 我老实讲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主持人 因为我觉得要 如果有这么多人在看 我自己有一个责任感 就是说有这么多人在看的话 我觉得我不应该传递 错的或者是 我觉得不好的讯息 那以前是做财经节目 我力求一定要 非常的正确或精准 那像现在做即便是政治道 或者只是我们做广播 我讲实在话 可能在节目上不好 这个标榜自己有多认真 还好有你访问我 我确实是我都六点就起来 六天吗 几乎 几乎是六点就起床 那六点起床以后 我就会开始做准备今天的功课 然后准备至少四小时 四小时 当然准备那四小时 不会只是一个节目 其实因为 你有三个节目 我有新闻哇哇 有政治道 还有广播 波多转世界 那他其实他可以 同用的 不过政治道的跟广播 使用的量最多 哇哇对我来讲 使用的量是 我要常常去绩效化 我觉得绩效化 绩效化的 绩效化 如果你照网路上那种绩效化讲 其实是不好效 所以要 什么叫照网路上的效化 因为 我随便举例 比方说今天谈 普习问题 我对婆婆 要讲一个婆婆的效化 可是 我要到网路上去搜寻 你会做这件事 当然 我一直都以为那些效化 都是温然天真 原来你也是会去找的 都是经过我自己 适度的加工 要把它讲到就觉得说 这样听起来好笑 有时候自己在 而且还有你自己的味道 对 有时候自己在家里面 自己想 想到自己都笑起来 就觉得说 这个应该好笑 那你有像人家有一个 秘密的小手册里面 写笑话吗 以前会 就累积很多 但是 使用量很大 然后常常使用 就绝对 我们的 气质 就工作人员一定会制止我 郑大哥你这讲过 所以被他们讲过的事情 压力很大 他说 然后你讲过了 我们会剪掉 你从讲没有用 是 所以你六年起来 就等于说 要准备资料 然后还要稍微想一下 今天有什么适合的 笑话可以用 这样子 笑话都几乎都用在 新闻娃娃 因为新闻娃娃 我必须要跟其他的节目 有所区隔 要让他轻松一点 好笑一点 然后 还有就是说 我一定要针对 今天的来宾 他有什么点 是我可以问他的 做一个功课 然后准备一个笑话 不是 就是说 我随便举例 今天如果 我新闻娃娃娃 有邓医师 假定了 那我就会 上网看一下 邓医师有什么点 我是可以切进去 这个很花时间的 原来你会这样子 这很花时间 因为我们对一个新的来宾 根本不认识 对 可是你得要从 他的人生的故事里面 因为来宾不是常常上 得要从他人生故事里面 去找出几个点 我是可以 觉得观众 我会设想 观众想知道什么 这样 然后我点击再切进去 可是那个切进去 又要想到 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太利 这个不简单 可是那个东西 当然就是登底 他要磨了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要有个修炼 不要太利 去伤到人家 或者是觉得 那个有问到 刚好切中 那个要害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 对 这有点 有点像那个温度 太热的 红炒的大 可是那个温度不够的时候 节目轰 轰不出那个热度 有点像这样 就这样 这个其实就 我的人数就浪费在这里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大家听到说其实 呃 对不起我把他讲完就说 像政治道的 你要政治这个东西 其实是不能开玩笑的 我其实现在有比较把他觉得政治不要那么严肃 政治道跟以前大外新闻 大外新闻以前是很严肃的 那现在我就觉得说 嗯 我应该可以再更轻松一点看政治 嗯 那政治还是脱离不了生活跟人性 对 这样 那我会用比较简短的 比较轻松的原因 其实我要问的是一个 一个尖锐的问题 会这样子 那可是政治不能失误 因为失误人家就告我们嘛 因为政治这种东西很 你也是有被告过 有有有 我被告的七条 不过全部都赢就是了 因为我觉得告我的人都没有道理 因为我讲的还是公共政策 这样 但是可是被告还是有压力的 因为你要不断的为自己的名誉捍卫 因为如果有过什么 不好的记录 我就觉得那个是个缺点 这样 所以我准备这么多 就是给政治道的 我一定要把事情彻底的了解 我有掌握了 我才敢大胆的问 当你没有掌握的时候 你问的话一定是很心虚的 因为世界上什么最聪明 观众最聪明 观众马上会知道 你是在做什么话 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所以我认为 我对观众的交代 就是我必须用认真去处理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这样跟你说到这个认真 应该就是数十年来如一日 因为我也有做一点点你指示的这种工作 我猜你一定有 一点点而已 就是说你最早是财经方面 财经记者 听说你经常自己关在图书馆里面 然后去研究财经的专业的概念名词 然后把它怎么样口语 然后能够变成说更多听众或者是看读者可以懂的 你那时候就有这种想要让大家知道更多资讯的想法 因为我其实是不太会读书的人 我讲实在话 我这个读嘉义高工 嘉义高工是职业学校 那后来读亚东工专 他也是技职体系的专科学校 那可是我当我专科毕业退伍 然后找工作的时候 我哥哥帮我找了一个工作 是在一个工厂 那个工厂就第一天早上就要我去车一根内螺丝 内螺丝 那螺丝 螺丝有 我们外面有这样一条一条 那就是螺丝 那个叫外螺丝 有一种是 有一个孔 然后里面有车 车那个螺纹的 那个叫内螺丝 老师 那个要用车床车内螺丝是不容易的 而且要车到那个厂长交代的那个叫公差 公差就是他的能够失误的范围 老实讲我根本车不出来 我车不出来 我没有到那个工历 那我车不出来 如果要在工厂发展 我势必要去请教人家说这怎么车啊 对 我去上班第一天 我就发现这不是我要做的工作 你为什么第一天就可以发现 这就是 我觉得是那个 这可能就 如果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 就会很想知道这件事 因为这是职场上的一个智慧嘛 我们常说现在年轻人 第一天上班还没有学就放弃 所以不会成功 可是你的例子都告诉大家说 第一天都知道不对 或者你有几个工作 其实是觉得老板对你不公平 你就毅然决然的走 其实网路是写愤而离之 但是这个到底这个决定点 你为什么第一天都知道 这不是你的路 因为你如果那天在工厂 我们今天就得到很多正螺丝 外螺丝内螺丝 正螺丝 我们就没有得到这样的主持人嘛 对不对 洪一哥 所以那个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判断点是什么 你每次都对 为什么 我不敢说我每次都对 也许 也许 我也判断错误啊 你怎么知道我判断对呢 因为我如果搞不好继续在留在工厂 我是郭台铭或者是 震动 震动好 震动好 只是我 我讲实在话 我进了那个工厂以后 我觉得我不喜欢绣铁锈味 浓浓的铁锈味 然后手不喜欢指甲里面是乌黑的 所以你主持节目你喜欢脂粉味 因为大家上节目都会 你把节目的严肃性弄掉 对不起 我深知自己 第一个我不喜欢铁锈味 我一辈子不喜欢跟铁锈味为伍 有人喜欢铁锈味的 所以我没有那个里面没有所谓对错 我不喜欢铁锈味 我不喜欢我的指甲里面是 是脏的 贴油 因为我喜欢指甲很干净的人 OK 好 是 然后我也不想穿那个工作服 然后油污的工作服穿一辈子 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所以呢 可是我离开以后 我并不晓得我要做什么 对 那后来呢 我就找了送货员的工作 送五斤 那送五斤这个事情呢 其实让我很有收获 好 就是说 我对家里起来嘛 在台北基本上没有熟 特别是 你知道吗 三丁堡 新增 老酒 五股 那时候的民国 我69年高工毕业 然后那时候的工厂 在那边的工厂很多 那巷子每一条都很香 哈哈 我上来骑摩托车送货 老实讲 路常常迷路 那地址也很乱 地址也很乱 而且不是你去送一趟就回来 不是 是我们早上把所有的订单都放在我们的摩托车上面 然后一家一家去送 好 那有时候就老实讲送到很晚很晚才回来 好 那可是那个事情就 老板就会觉得说 哇 这个真真真 就是你受到鼓励以后 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正能量加持 然后 就是乡下小孩就觉得说 我送货 对跟人之间的接触 我是有兴趣的 因为交给他们的人 然后中间聊几句 还有没有什么要订 自己会想到说 那我可以帮老板拉点业务 那你也很创造性 你才会这样想 对 你不会说很避俗 那上口放的就走 对 后来我才发现说 后来 后来我才发现说 我其实是喜欢跟人接触 我觉得人生是这样 就是说你刚开始真的不会想到这里 你要做什么 可是慢慢的磨磨磨磨 跟社会接触的过程里面 慢慢的去了解到 原来这个是适合我的性格 原来我的专厂可能在哪里 这样子 那后来可是送货以后 后来老板看我 其实他真的 他有一天 我猜他欣赏我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我有一个天 那个 在那个 Air compressor 你知道那什么叫什么 那叫空气压缩机 然后我都在接到他的总公司 在南京东路叫傅胜 然后在那个很大 不小心摔倒了 摔倒了 没得到整个 切得都受胸 口也破 老板就说 你赶快去看医生护药 然后他就说你回去 伤好了再来 结果我就觉得我将来可以送 我将来可以送 包扎他自然会好 然后隔天我还是来上班 老板没有跟我讲什么 我每天 八点钟开铁卷门上班 然后我每天大概就七点半 就到办公室 因为我怕迷路 而且我路不熟 所以我就很早到 很早到没有用 所以我就去看 我去整理仓库 而且整理仓库 老板的爸爸妈妈 就每天看到我 就是说那不是本来叫你做的 你自己去做 没聊嘛 因为五金这个东西 老实讲它是很繁杂 比方说我们说路西 路西还分多少尺寸 郑大哥路西很多尺寸 你每天拿早期 整理仓库 我先想要事情 大家稍等一下 OK OK 好 我们又回到全世界 我是邓慧文 今天我访问的是红一哥 郑红一 那红一哥他能够有这么成功的事业跟表现 其实从一开始第一天上班 应该说前几份工作就表现出不凡的认真 然后就做不同的工作 但都一样的认真 然后刚刚讲到这个 要被老板赏识的这个 这个转机是不是 老板赏识跟老板赏识看着我都跟他说 修店你早来要做什么 去跟他儿子说 那有一个修店那家眼睛 是 对 我猜老板是这样子对我印象深刻 是 后来他有特别提拔你或者说 后来没有 因为后来我觉得那个工作我是喜欢的 后来他把我身为所谓的业务员跟收款员 就表示收款员表示信任 那就已经不是小弟了 就不是送货而已 然后业务就表示说他认为你有业务扩展的能力 可是后来我有去做这个工作 那做完以后我觉得 走一走我还是觉得说我应该在读书 所以我就跟老板吃 然后老板就舍不得 他还是喂留我 后来他觉得喂留不了 他真的请我去海霸房吃饭 我人生第一次吃wasabi配sashimi 再加萝卜丝 然后差一点呛食就是那 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还是难忘的滋味 然后后来等于你就 你就再去读书进修 然后后来就往媒体报业那边去走了 后来呢 我还是觉得说 我好像对文字很有兴趣 因为我当初以前经厚贵 贵贵跟文字 你知道什么 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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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 所以有她们怀祝贵贵贵阿 我我就很爱看她们誇贵 都叫我爸 你都口粿放在旁边 跟百块看报纸 就是说你要去拿旧报纸 去港币旧报纸 旧报纸把口粿包起来 可是就觉得 哇这新闻这么好看 一直看一直看 你都看哪一种新闻 社会新闻 社会新闻当然社情最好 社会新闻 其实那时候什么新闻都看 其实看新闻那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对一个社会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不然你一辈子就要乡下小孩 然后我们家也没订报纸 老实讲我从小到大 几乎没有课外读物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就是种田种田种田 然后上学这样 所以后来我发现 哇连社论都好看 虽然很无聊 那我就觉得 哇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慢慢的我就觉得 我好像对文字有兴趣 然后就觉得说 好那我有没有可能 走文字这个方向 可是对自己茫茫然不晓得 后来是因为 这个嫂嫂家里有订 因为她是林长嘛 送新生报 她才跟我说 新生报要考记者 你要不要去考 那我再去考 那去考也没有资格 因为我读二专嘛 工专 其实她要三专 四星以上 我是毛遂之间 写信给总经理说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哇 所以就很敢去挑战 相信 那这个同事其实有跟我讲一句话 因为我在看郑大哥的经历 每一次看我都说 哇 我跟你讲 不是一般人的经历 然后同事 你先听我讲一句 同事跟我说 郑大哥有个秘密 就是世界上没有我做不到的事 即使我不符合 报考新生报的资格 我也写信给总经理 你敢 你很敢从 对 因为我给她的理由是说 如果我不是人才 我一定考不上 如果我是人才 哪有差一个名额 让我考考 所以你不用怕我来考 对 是 然后我以前在非凡的时候 当新闻部经理 我也是主动跟老板说 我要主持一个节目 对 财经的吗 财经的财经 非凡电视台 是 就早上的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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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点到九点 开盘之前 那时候还没有 非凡那时候刚创办不久 然后早上也没有节目 他就说 好吧 你早上试试看 对 老板想很久 但是你 你做那个节目 其实 已经有蛮多的储备了吧 在那之前 其实你就磨练了很多的经验 然后对于财经的知识这些 其实你靠自己累积了很多 对不对 我不敢说我累积很多 但是跑财经新闻会觉得 不止我当新闻部经理 做一个幕后的指挥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把 我习惯于把一个 我好像有一种专长 就是说把一个 你知道财经这种东西是很监涉吗 非常监涉 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把监涉难懂东西比较口语化的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你已经很多了 郑宏怡教你投资致富 还有郑宏怡看见未来 教你全方位成功致富 所以那是20032005年 那时候那时候宏怡哥是在什么阶段 是在 已经在电视台了 在电视台了 我 那是我20 大概2000年左右 又读政大的EMBA 那你知道读EMBA 老实讲我认为 读政大EMBA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那要写论文吗 论文我花了半年血 可是我要论文写什么 这个才重要 写什么 你有抄袭吗 我一个字都没有抄袭 真的 因为那个论文 那个论文就是我采访的 心得 然后做了 你知道我的论文题目叫什么吗 就叫做 台湾股市投资人 盈亏之研究 这没有人做过的 盈亏之研究 对 那 这个就是 就是很实用 如果白话讲就是 为什么赢 为什么输 你把它剖析出来 那我认为说 我花这么久的时间 写的论文 这么多的心力 半年 然后我们至少要教 我记得 学校规定要 四万两千字以上 那我觉得说 这样子让口试 口试委员知道 叫做三个人 然后口试完之后 然后就放进中央图书馆 我认为 不甘心 对啦 如果以后要选总统 所以我拿出来用事很踏实 不甘心 就是说 我认为那是我心血的结解 所以呢 我决心说 那我要把它转化成书 要来让更多人读 那个才是我 我真正要追求的 因为那个里面真的有我的心得在 就你看了以后 你会有启发的 然后 可是要把它转化成书 论文要转化成书 是一个工程 就是说 论文是要 结构很严谨 对 用词前置 然后表格 资料 那可是要把它转成书 你就要用故事去贯穿 对 那我就把它贯穿成 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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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你自己已经 用你学到的这些方法 在投资理财了吗 因为我的投资理财 是一个错的方法 哦 对 怎么说 因为我最糟的时候 是我在时报当记者的时候 那时候亏钱 亏到 我房子是685万买的 可是我亏超过700万 那很惨很惨的人生 所以呢 我从那个很惨的人生里面 我一定要把它找出 为什么我会犯这么大的错误 亏 股市亏的那边的研究 即便我是一个 算是比别人专业的人 我还亏这么多 那我其实我长期观察 就亏的人都很多了 比赚的人多太多了 是 所以我认为 要把那个问号找出来 所以呢 我决心把那个问号 弄成我的论文 然后再翻转成书 把那个问号解开来 就是说 至少你不要因为 不要 不要 不要去亏钱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许可以赚钱 红宇哥 像我们这种 那个时候错过的人 现在在看这两本书 可以赚到钱吗 有 所以现在大家还是可以去看这两本书 也许书卖久了 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新鲜味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例如说隔了这段时间 现在 现在你觉得投资理财 就才假设要致富 有没有什么 一分钟就可以讲完的秘句 一分钟花儿性广告 一分钟 其实是有了 就是说 我认为 我觉得毛泽东讲的那句话 虽然他是中国的领导人 可是我觉得他讲那句话 深入我心 叫做没有研究 就没有发言权 研究 研究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从股市里面赚钱 你一定要有研究 很多人大部分根本就 人家讲 我说对一支会买一楼 当时会多少 多少 可以 高贴到多少 你可以出 我觉得这种 你一辈子 可能累积了几百万 或者上千万的资产 就因为听信一个人 然后你可能全部付出流水 这是最笨的投资法 没有研究 就没有发言权 然后这个也让我 用在节目上 就是说 我为什么刚刚跟你讲 我每天要做四小时的功课 是因为我要研究 研究以后 我才有 有信心 有胆量 问我要问的问题 或讲我要讲的结论 所以其实你要问出一个东西 就是你刚刚说的发言权 你要发言之前 背后的东西是很硬的 是很扎实的 再调述再一下 有一点像那句话叫做 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就是你看到 我只讲了几句话 可是老师那几句话 其实是我后面准备很久 才有办法讲 这几句话 你知道吗 以你在台上的时间 如果十分钟要十年功 你一定是千年老妖 好休息一下 大家好 回到BODO全世界 今天是邓惠文访问郑弘一 那刚才我们听到了 弘一哥他工作的一个态度 应该说他的一个 一部分的历史 那我们现在 节目进入中断 我们要谈到未来 过去现在未来 对不对 是 我要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这个问题有一点敏感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媒体的生态在过去变化很多 郑大哥应该有感觉 那现在很多什么YouTuber 有没有 然后网红 他们其实点阅率 或是人气都很高 然后可能很多年轻的族群 不在传统媒体 可以掌握的范围 是都会看这些YouTuber 对不对 你的观察 对于媒体的这种转变 你有没有什么觉得 特别重要 或者说会让你改变 跟调整你的方法 你看到的东西 例如说你会不会注意说 网友的回应 来调整你的内容 风格 或你有没有想过说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有 我觉得 年轻人是未来台湾 未来整个社会的 最重要支撑 所以吸引年轻人很重要 不过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 我想要活得自在一点 所以我不会刻意 好 这样 为什么不会刻意呢 因为 我发现两件事情 让我很有感 第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出去的时候 会有一些爸爸妈妈 带着小孩 他们的高中生 或大学生的 这个 青少年的儿子 或女儿 然后呢 爸爸妈妈 大概是我们这年纪 然后呢 看到我们 有时候会很热情 哇 我今天人家对着你 挤一下 挤一下 OK 就问他们 女儿是女儿 你知道这谁吗 我这很有名 一脸茫然 这样 正好 你不知道 然后 我就知道说 我们在年轻人之间 其实是已经有 很大的落差 那这个事情会不会撞击我呢 其实我觉得我还好 我觉得还好 就是说 我自在一点 我年轻人不认识我们 其实是很正常的 因为 是时代变 我在报纸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跑去有线电视 民国 1986年 87年的时候 对不起 1996年 96年 97年的时候 民国 85 86年 没关系 差十年 差很多 我说 在这个年纪 记忆差十年 可以别说 没事 我就感觉说 新媒体上来了 有线电视 那时候的新媒体 就是有线电视 我很想去新媒体挑战 那事实上有线电视 确实走到最高峰 500多万度 对 不过我猜 当然已经最高峰了 开始要走下坡了 那 接下来就是网络时代了 然后 我朋友很喜欢取笑我 每一次啊 出去啊 碰到少年了 你真是什么 我不晓得 我对大事了 这样 那他们就说 终于你没红了 你不红了 你已经过气了 他们喜欢用这个调侃我 那我心然接受 因为这个就真的 时代就不一样 那你问我说 那我想不想去追上 这些年轻人 其实如果 也许我用方法去努力追 OK的 可是重点其实是 我觉得 因为我已经快要60岁 我做阿公 那我就觉得说 我其实想要知道 年轻人知道 想要了解什么 他们的问题出 出在哪里 我可以帮什么忙 可是我不必然 想要在媒体上 再去追 去追另外一个 下一个世代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的重心 应该是要活自在 是 所以这是已经有了 个人的 个人的选择 跟个人的哲学了 对不对 那这个你觉得 媒体到底现在 这个就是 网红进出 然后都自媒体 对不对 他是不是 我觉得他的一些 泰选机制 就是说谁会被接受 谁不会被接受 机制 坦白讲跟以前电视 这种媒体 有点不一样了 那你同意这样的看法 可是我又说不出来 那个是什么样不一样 那你对现在的媒体 我指的很多是网络 新新媒体 好不好 你有你有觉得什么 很好 或者是很令人忧心的地方吗 我觉得 其实是 这个叫做 这个百花齐放 那可是他也 这个因为竞争的关系 其实他会产生很 可能会扭曲人性的东西 可能会伤害人 扭曲人性 因为你要 你更加竞争 你要更加别处心裁 要标新利益 对 或者言论 或者是穿着 或者是打扮 或者甚至背景 什么 各方面 这样 所以 可是这个会有一个淘汰的过程 我随便举例好了 就说 有一个朋友 他 有90万 在台湾 90万的追随者 你说他的粉砖 粉砖 多 多 超级多 多 对 你知道他的 他的收入很高 因为 上他节目就要给钱 有很多的业配 对 他随便 这边放个饮料 置入 那都是有钱的 是 对 那 可是呢 他活得蛮痛苦的 怎么痛苦 因为他 要每天有90万人跟进来 他一定要有表现 他一直要发文 他一定要发文 他要不断的发文 有时候一天 那不会一偏 或者是 或者是 在 就是他在旅游的时候 他还想到 他这90万怎么办 对 对 然后呢 据说 这个 太太后来跟他说 你已经不是你了 你已经变成 发文机器 我觉得也不只是 他被90万掌控了 没错 他被90万掌控了 那不只是收入掌控而已 就是因为 他 人家是 有一点把他当成 一个精神领袖 或者是什么 英雄 或者是什么 他已经 必须被那个身份掌控住 但是郑大哥 你这样讲 我想到说 所以呢 他的生活完全被扭曲了 即便是度假 他也不是度假 所以他一直很像 always都在某种实境秀里面 我要来分享一个画面 分享一个想法 然后可能每件事情 都要评论一下 对 然后可是那个评论 那个评论一定要 很超越 很吸 很吸睛 对对 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对 如果那个评论是很一般的 谁看你 怎么他的评论也只是这样 你会看吗 而且 你看 那种评论 网路上要被点阅 因为很多人都是在 例如移动中 或什么用手机看一下 对不对 你知道吗 网路的专家 我有听过一个 也是这种 很擅长操作网路的人 他说你在手机不用滑动的页面里面 就要传递完吸引人的讯息 然后就要能够被按那个分享 不然你就输了 所以在这样这么短的字数里面 要表达出吸引人跟打动人 跟与众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观点或论述有可能会懒人包化 或者说 有可能 就是会变比较极端化 因为就没有办法 例如说我讲话这么慢 绕来绕去就很不适合 在这个快速的地方 所以这是你刚刚说的 可能竞争很多 然后很多违反人心的地方 是 我认为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竞争 最后还补归真到 社会上会喜欢你这样的人 就是说声音是沉静的 他是安定人心的 他要待静一段时间 好好地听他讲话 然后从中得到一些观念 或者是什么 把事情搞清楚 这个需要时间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 我三秒钟 我看他懒人包 我就可以了解 我觉得那种了解 是很肤浅的了解 可是这个社会 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媒体的更迭 他是在一个乱的混乱的时代 可是他最终 他要回到真的时代 人嘛 人到最后 他其实还有本质的东西 你相信这个东西 不会小事 不会以后大家都变成 等下说未来的时代 人类连手都会退化 只剩下拇指 因为只要拇指这样刷 然后一页都可以看完 所以你也必须要把所有讯息 正知道也是一页就要讲完 你就有可能 你没有这么悲观 我没有那么悲观 我没有那么悲观 你观察年轻人也觉得 他们简单讲 他们也会成熟 或他们也会老 不会一直停留在这个 我觉得年轻人 我们喜欢习惯 就是也是用 比较简单的方式 去看年轻人 我觉得对他们 其实也是不公平 其实有很多年轻人 其实也是很有深度的 所以我觉得 最终我觉得我们要回到 真正比较有责任感 或者是比较有深度的人 还是要用比较有深度的东西 去喂养年轻人 而不是 而不是 就是好像 你就是洋芋片 洋芋片 可是最终 他们不会只是想要洋芋片 这个很 我觉得是很有哲理 因为洋芋片给小孩 小孩会给你立即的兴奋跟反应 对不对 可是其实长期来讲 他们以后长大就说 我妈妈都只有给我洋芋片 也是不OK 对 他也知道洋芋片 就是不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营养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人 我为什么刚刚一直强调 那个自在 就是说 因为我刚刚讲90万那个人 有90万个follow的人 那个人 他某种程度 他就完全活在玻璃屋下面 人怎么可能活在玻璃屋下 人活在玻璃屋下 那个人要么就扭曲他自己 要么就是他失去太多东西 而他不自知 而且我觉得洋芋片 这个活在玻璃屋久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种 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的反扑 对 就是例如讲错一句话 然后我就不用再讲 OK好 我们轻松一下 休息一下 大家好 这是报道全世界 谢谢宏一哥今天力挺 那个周三周四的新主持人 因为我们要找到一个 专业的 更专业的 声音更好的 哪有更专业 提供更丰富内容的 我觉得可能加入一点 也许某种程度上女性观点 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那个味道 宏一哥你觉得你是一个完美的男人吗 不是 哪里不是 缺点太多了 缺点太多 结果一个都讲不出来 真的没有成绩 就是他怎么去讲自己的 一个都讲不出来 宏一哥是这样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因为以宏一哥的资历 典职啊 你成长的过程 你是属于其实在台湾 对于男性应该有什么责任 女性应该有什么责任 有很明确的划分的年代 我这样讲没错吧 老爸要怎么造成老爸 老母要怎么造成老母 什么话是爸爸可以说的 什么话是妈妈处理的 可以这么说 其实没同样 那到现在你也知道 这个性别的角色变化很多 对不对 你有没有感觉 有一些中年以上的大哥 例如你周围的朋友 会不会有一种感慨 说 以前这样做男人 是让人哄哩到会讨置 现在去人家贱 不浪漫 没有谈心 什么没有尊重女性 什么强势 这样做得不对 你怎么有身边的人有这种感伤 有没有 我相信一定是有 一定是有 然后我觉得 比方说像我是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人家的先生 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是因为做节目的关系 然后来宾有像邓一师这么好的来宾的关系 所以我其实自己在学习 我讲实在话 因为很多的 因为我从小种田 爸爸妈妈就是那种很传统的 他们也没乱来 他们是上前的 就开始就生孩子 就养了七个小孩 然后就这样 爸爸是受日本教育 你就知道那种很传统的 甚至是威权的家庭 我们爸爸以前他说什么 我们不敢没听 对啊 他只能掌握我就怕死了 我爸爸是这样 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 我认为要适应现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是不得不要调整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觉得说 他自己在以前学习的角色 例如说跟女性 不管是职场上 或在私生活上 跟女性相处的方式 现在会有点困惑说 好像以前讲这句话是恭维 现在不晓得可不可以 例如说 可不可以说 我今天身边的另外一个主持人 很美丽 也会有点困惑嘛 会不会 不会啊 这是事实不是 但是有一些女生就 就很 那个毛很难摸 你知道吗 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围绕在我的 你的外表上 你要是讲说 今天跟全世界最美的女生 一起主持 那还勉强接受 你讲美丽 我有兴骚扰 你没有觉得说 现在很多这种困惑吗 我觉得有 因为 我尽量的去注意到 讲话在女性的面前 要小心 不要让人家觉得 那是一种 那是一种侵犯或者是骚扰 这个事情很重要 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 比方说 郑大哥你在主持节目 像新闻哇哇哇 这样子是 要比较轻松 而且必须有一个气氛 让来宾 不要太多的心房 刚刚好的心房 但是要能够讲很多故事的时候 像你刚刚讲有时候开玩笑啊 讲笑话 笑话里面常常 因为他要好笑 一定是打中我们角色的原型 所以笑话里面的女人都要狠女人啊 例如跟水电弓啊 或是什么 对不对 那这种东西 你在你 你现在有在 例如说你把笑话 有稍微检查一遍 说有哪一些 现在不能讲 或要调整 有 被我过滤掉的多了 你可不可以讲一个被你过滤掉 什么 过滤掉想不起来 不是 现在忽然之间要去想 不是那么快了 只是说 因为 你知道很多的笑话 好像一定要有性在里面 或者是要有器官在里面 可是那都被我过滤掉 你真的都过滤掉吗 我觉得 你要记得你今天讲了这句话 也许我过滤的有疏漏了 只是我 其实是 这个部分我是很在意的 但是还是会让人家觉得 讲的笑话会 好像有一点颜色 我坦白说 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有什么时候觉得有趣 是 其实 身为一个女性 我不希望被人家当作 无性别的人 也就是说有些时候 人家把我当成一个女孩子 看待 我还是很高兴的 可是有些时候 我们会不希望说 这个被当作女性 好像限制了 我不能做什么事 所以这时候 我其实会这样问您 就是因为 我会感觉到 这种猜疑 你知道吗 男人不知道怎么做 男人 女人不知道怎么做 女人 这种性别角色的改变 有时候他有一种不安 我们活得很恐惧 就是 相处的时候 会有一点焦虑 所以就 回到一开始的时候 我本来跟那个气质同仁说 今天要怎么介绍 因为这样你知道 一个节目 如果说拜一个拜 不止一个主持人 又有我来分担两集 那一起出现的那一集 一般节目都会说 今天两个人合体 我想我今天来给大家介绍 大家好 这是报道全世界 我是邓会文 今天我不会红衣跟合体 这敢不说 人家会说我骚扰你 对不对 我知道邓医师的专业 跟邓医师的为人 我不会觉得你是骚扰 真的 我是不会觉得是骚扰 因为那个合体 就是一个介绍 但是如果是男生在 可是当如果我是 今天是主持人 而我今天要的来宾 是邓医师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不会用 那样的措斥 对啊 所以男人很辛苦 对 我才说我们活得很恐惧 特别是跟你这样的人 在一起 很感谢你把这个心声说出来 不过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特别问洪一哥 这个事情 就是说 在这样子 很多价值都重组的时候 真的像洪一哥今天 给我两个答复 因为我很想听到 就是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对于新世代 那我们关心 然后我们不断的学习 但是保持自在 不勉强去追随 对 那这也是你最好的典范 这是我听到 不敢说是典范 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一个男人 或者说现在一个资深的男人 资深的大哥 这思理医师好厉害 错词竟然叫资深的男人 资深的男人 就是因为我已经被称为资深的女性了 所以这当中如何仍然像一个男人 我觉得是大家在意 但是不好明说的事情 我觉得以后的 波动转世改在礼拜三跟礼拜四 真的会有很新的内容 很丰富 这是过去我无法提供的 郑大哥感谢你给我的鼓励 是谢谢 这就非常的大哥 我有感受到被大哥造主的感觉 这样子 一定是的 大家礼拜三 礼拜一礼拜五 礼拜一礼拜四礼拜五可以不听 礼拜三礼拜四一定要听 礼拜一礼拜四 你刚刚重复礼拜四 好 那个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以后我就来为大家服务礼拜三跟礼拜四 那我会秉持郑大哥交代的精神 要认真准备 那也请大家支持我们 全力支持邓医师 请大家支持我们 谢谢 谢谢郑大哥 谢谢大家 谢谢